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剧 今天呢是想继续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玩的 陪乐多的一个超级英雄系列 我们超级英雄系列有哪些呢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蝙蝠侠 还有我们的闪电侠 还有我们的绿巨人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的超级英雄 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呢 应该也是耳熟能详非常多的一些超级英雄 那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超级英雄呢 如果你有你喜欢的超级英雄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哪个 继续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超级英雄系列之蝙蝠侠 然后它是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你可以在把它打开之后呢 就会做两个 有看到两个这个陪乐多的一个黏土罐 采泥罐 然后它有我们的蝙蝠侠 然后有我们的一个蝙蝠侠等等等等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超级英雄的这个蝙蝠侠的一个底部 底座 然后这是我们的采泥罐 然后采泥罐上呢 画的是我们的一个蝙蝠侠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绿色的一个陪乐多彩尼 然后上面画了一个非常凶恶的坏人 然后呢旁边有着我们的说明书 然后这是又告诉我们这个这一套玩具呢 应该可以怎么去玩出更多的花样 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包装呢已经空了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个两个都组装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陪乐多的黏土底部呢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菱形 你可以把它转在我们这个小人物的这个腿上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陪乐多黏土呢 和我们的这个底座很好的可以给它绑定在一起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坏人 在坏人脚下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子 然后也可以压出我们非常多的这么一个 这么些模具的一个采泥的造型 然后呢它也是在我们采泥底部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孔 你可以把它转上去 然后这个模子呢上面是有很多我们蝙蝠侠的一个造型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蝙蝠侠的一个头盔 然后呢你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然后可以插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小花人的手里 然后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具 然后我们的蝙蝠侠呢手里还握了一把小刀 也就是它的一个武器 然后我们先来尝试做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玩的 然后在我们的脚就是我们蝙蝠侠的鞋子的底部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记你可以把它按一样做一个模具做出来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蝙蝠侠的一个小蝙蝠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用另外的一个颜色呢给它做 做出这样的一些形状 就比如说在这里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南瓜南瓜怪我的一个造型 也是非常的可爱 其实我就个人觉得它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感觉它的表情呢也是跟我们的小坏人呢是如出一折 然后也是非常的凶 然后在我们的底盘呢就是一个蝙蝠侠的一个造型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把小刀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斜的这么一个小飞刀的一个造型 也可以呢用我们的粘土呢把它做出来 然后呢我们这个蝙蝠侠的造型呢 也有一个它自己的一个标志 好 然后呢这里应该是什么呢 感觉这里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武器 然后像一个小小的会飞的一个小摘蛋吧 然后呢这里是做出一个讲小小的这么一个会飞的小炸蛋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蜘蛛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差不多所有的能做出来的一个造型 这相对于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我觉得原因就在于它是适合于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所以应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就不需要变出太多的花样 要不然小朋友们也不会玩 然后这两个造型呢是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 然后你可以呢把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小小刀呢 小手刀呢给它放在我们的小凶的这么小坏人的手里 然后不知道它适不适合 能不能放进去 或者呢应该做两把刀给它合在一起 嗯我觉得我的想法非常的好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因为它这个一把小了呢根本就在这里 就是不能够立住 然后这个所有东西呢都比较的柔软 所以它在这里呢很难就是卡上去 然后如果粉 也许我们拿别的这个黏土来做的话会稍微好一些 嗯总的来说呢是可以用这个套装呢 做出的东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可能就是因为它适合于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所以它就没有做那么多花样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套装呢还是非常好玩 然后也做出造型呢也是非常的酷 有我们的Spiderman 有我们的蜘蛛侠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线上的赞哦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就能时刻看到我们最新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下次再见